大家好,我是胖姐 今天呢,我们来制作一个翻页相册 跟以往不同的是 从中间就像我们翻书一样 这样的翻页相册 给大家看一下 好,我就简单制作了几个 这个呢,有很多老师也讲过 这种翻页相册的制作教程 我给大家打开看一下下图呢 是这样制作的 但是也有很多朋友反映 就是说 看半天就是看不明白 到底是怎么制作的 今天呢,我用我自己的方式 制作了一个公式给大家看 就是这个图片 大家看,我把图片标成一二三 然后它们的位置 朋友们可以 把我现在的这个画面 进行一下截图 就像一个公式一样 你呢,就知道它是怎么制作的了 下面呢,我就开始给大家演示 主要有几点需要注意的 我下面呢,一边演示 一边给大家说啊 我们点击开始创作 首先一点我们要注意的是 我们要把我们的照片呢 做成同样的大小 同样的大小 如果你的照片 就是有横拍的,有竖拍的 我建议你从这个图库里边 也就是我们的手机的相册里头 打开我们的手机相册 把这个照片呢,任何的一张啊 这个照片找到它之后呢 我们准备要在相册里用的这个照片 比如我随便找一张啊 比如像这个一个实物 我想把它做到相册里头 我们在下边编辑的时候呢 要对它进行修剪 选一下16比9 我们呢,再保存一下 如果你想要做这个竖屏的呢 你就选成这个9比16 都一样的啊 然后点右上角的保存 我们要把我们相册里头 每一张照片都需要这么去弄下去 这样我们每一张照片 就是大小比例都是一样的了 方便我们制作 然后打开剪映 点击开始创作 第一呢 我们要把我们的照片2放进来 为什么要把2放进来呢 也就是说在上边的1先页的时候 它就是第二页啊 你记住这个顺序 你就可以一会就可以替换自己的照片了 我们把2放进来之后呢 在后边紧接着再加一个1进来 这样呢,1和2放进来 第一是2,第二是1 然后我们选中1 把它切到画中画轨道 切画中画 这个我跟大家讲过 我为什么不新增画中画 而是把它放到主轨道 切到画中画呢 是因为我拍这个视频的 给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新增画中画的话 把1放进来 它的这个照片就会变小 给大家看 它就会变小 所以我们不用这个 我们直接把它放到主轨道 进行一下切画中画 这样的图片大小是一样的 然后我们拿双指把它划大 大家知道我们的照片放进来呢 它默认的是三秒钟啊 我们把它划大 划大之后呢 上面出现了在1.5秒的位置 我们把这个1 给它缩小 好 2 上面这个主视频的2是三秒钟 下面这个1是 1.5秒 选中这个1 对它进行 先进行一下蒙板 选择线性 拿右 往右边滑动 我们剩下右半 右半块 等于是啊 我们剩下右侧 也就是我们把图片的右侧剩下 我们一定要旋转到90度啊 这个不好旋转 好 我们一定要旋转到90度 然后打对勾 然后把画中画当中的1 进行一下复制 好 复制之后呢 拿手把它拖拽到第三行 然后把第三行进行旋转 进行蒙板的旋转 选择蒙板 继续是线性蒙板 反转一下 好 然后把下边的这个1呢 时常拖拽到三秒钟 好 然后把主视频当中的这个2呢 复制一下 复制好了之后切画中画 然后往左侧移动 好 把后边呢 分割 后半部分的2 分割和删除就行了 滑小给大家看一下啊 大家看 1 2 是这样的一个效果 然后下面呢 把后边这个2 选中它 对它进行蒙板 线性蒙板 这次是往左侧滑动 也是90度 好的 打对钩 然后还有关键的一步 把中间轨道 画中画当中的这个1 给它添加一个动画 添加出场动画 镜像翻转 把时常拉满 拉到1.5秒 好 把后边这个2 第二画中画轨道 添加入场动画 刚才是出场 现在是入场 镜像翻转 时常拉满 好的 如此呢 我们就做好了一组了 给大家看一下效果啊 好 1翻页过去了 变成了2了 对吧 后面呢 最关键的是什么呀 我们后面就不用再继续做了 我们就复制就行了 大家记住 我刚才给大家看的这个画面 就像一个公式一样 大家看 看见了吧 我们该放3 4 一直5 就是这样放的一个顺序 但是我们放的时候 要怎么放呢 给大家看啊 切除 我们呢 把主轨道 这个2 对它进行一下复制 好 把这个1 对它进行复制 复制了之后呢 放到这个位置 到第二个部分的时候 我们只复制啊 把这个2选中 对它进行复制 复制之后呢 把它放到这 让它形成跟第一组一模一样啊 把这个1也复制 好 这个时候我们复制好了之后呢 大家记住 我刚才给大家的这个公式 就开始替换就行了 替换的时候 我们每替换一张照片的时候 我们选中这个照片 给它打一个关键帧 关键帧其实就是固定位置的作用 一个关键帧是起不到作用的 但是我们一定要打一下 大家可以尝试一下 如果你不打的话 它是不一样的啊 这个时候我们要替换照片3 好 这个2呢 替换成3 记住我的公式就行了 好 把这个1呢 替换成2 把下边这个1呢 也替换成2 好 这样第二组就做好了 大家看出规律了吗 再往后的话 继续复制 然后把3替换成4 把3的位置替换成4 把2的位置替换成3 就一直这么替换下去 我给大家标出来123呢 也就是同样的一张照片的意思就行了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下我们大家知道了 这个规律之后呢 如果想要换成一样的照片 大家看 我们比如先替换这个1 打一个关键针 然后开始替换 替换成咱们去采摘的这个照片 或者替换成咱们刚才这个厨房 这个食物的这个照片 好的 把下边这个1呢 也替换成这个食物的这个照片 大家看 这样是不是有一个 照片就翻起来了 好 我们比如把这个3再进行 对它进行替换一下 好的 这样呢 就把比较好识别的这个 我们替换就行了 再看一下效果 好的朋友们 我再返回到我刚才的这个 这个页面 大家可以把这个 下面呢 截个屏 你就知道这个规律了 这样翻页相册就制作好了 好的朋友们 今天我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这些 我们明天再见吧 我们下来 我们下来 第一次 我们下来 感谢观看